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這幅月下櫻花 今天我們會用到的新材料是棉花棒 貼好膠紙之後 我們會用淺黃色做一個打底 再出一種月光的效果 然後會用藍色做背景色 用和粉彩的一個角畫出遠方的衣服 然後用新藍色加新這個夜空的背景色 注意落出衣服的位置 右邊因為我們要畫櫻花樹 所以背景色就不想那麼新 我們需要剪出一張蒙板紙 遮擋著畫面右邊我們要畫櫻花樹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會完成衣服的底色 用的是新綠色 用茶膠擦出月亮 上淺黃色 和淺紫色 我們準備一些新啡色 用棉花棒 引一些粉末 按一下你想畫出樹的部分 然後再往上面畫 就可以畫出這個樹幹 你可以先在蒙板紙上練習 再畫在畫上面 加一些新藍色 增加棉林部分 晚上的改造效果 畫出一些樹冠 除走蒙板紙 我們正式開始畫櫻花樹的部分 可以先觀察一些晚上的櫻花相 然後選擇顏色 在這裡我準備了不同的粉色 藍色和紫色 兩斤棉花棒 喝一些顏色 可以每一次只喝一種顏色 都可以更換 在畫上 在畫上 按出一些不同的顏色的點點 或者呢 可以小小的 畫出一些短的線條 用同樣的方法 慢慢畫 直到畫出整個櫻花樹 可以用一把小的掃 輕輕地把畫上的粉末 收集在一起 沒有浪費了這些粉末 可以用手指 推開 給到這個櫻花樹 一種朦朧的效果 然後再進行一些加強 最後呢 我們可以用啡色 來畫出樹幹 可以先畫出粗的樹幹的部分 再畫上 柔的樹枝 最後再添加一些細節 例如樹枝 雲彩 拆走膠紙 簽上名 我們這幅畫就完成了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可以Like一下我們這條片 和Follow回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了解更多關於Art Brosem的訊息 我們會有更多的內容 分享給大家的 Bye Bye